这边的话还是一个人 力敌RC Cream四人 而Ling这边的话 直接是向前用雷趟路 太凶了吧 一颗雷炸倒一个 还有机会 这把奥克再能出山吗 又几颗雷 一雷双翔 那这样的话 两颗雷收掉了三个 还有最后一个 直接用自己的M4收到对方 再优秀的男人 在Ling的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Ling在最后时候 一穿四 最后这个没想到 跟Cook同样作为一个非常酷的男人 居然是我们的Ling 我已经听到了 场下已经有这个欢呼的声音了 刚刚这一波操作 已经是为XQF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那么目前来说 对于这支战队 目前正面的敌人 那只剩下RC Cream 确实过五关 斩六枪 最后的大魔王是RC Cream XQF能不能斩龙屠杀 对于RC Cream来说难度很大 之前一个酷酷就压制了他们四人 现在面对XQF的四个人怎么打 现在已经倒地一个 许德倒在了外点 这个枪先拉不开了 散兵好极啊 散兵现在只有一个淘汰呢 说兄弟们这一局都这么优秀 我作为散兵我怎么能忍 这个摇跟上 所以说感觉散兵一直在找角度找机会 Ling这个位置 那Ling应该被锁定了 我觉得清风是不是可以上二楼探一下呢 瑞德这边逮到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找 修到了 把Ling把今天本场比赛最秀的人给打倒 那他可以继承这一波秀的味道 看看能不能把主角光环扒过来 清风 漏了一个身位在门的旁边 散兵该到你爆发的时候了 能不能在火线之下拉一下自己的队友呢 这一下对RC Cream来说不太好 不太赶了 人都集在了一团 正面阵场来说 就是一个3v3的一个对决 那现在的话正面当仓 清风没有任何的停队 闷任何的质疑 出来之后直接打倒一个 没关系一环一 现在Jimmy还在 现在酷酷还在 瑞德在扶人 如果扶起来就是一个二打二 齐齐已经扶了起来 但问题是 RC Cream的两名选手都离一圈不远 都是残血 齐齐残血 酷酷最终终结了战斗 让我们恭喜 我们下期再见